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决定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决定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成长得可真好 你成长得可真好 这已经不能说是成长了,是进化 这已经不能说是成长了,是进化 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吗? 从现在开始慢慢了解就可以了 从现在开始慢慢了解就可以了 你什么时候下班? 你什么时候下班? 我一大早什么都没吃就赶过来了 我一大早什么都没吃就赶过来了 我肚子都要饿疯了 我肚子都要饿疯了 虽然是乡下应该会有美食店吧 虽然是乡下应该会有美食店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到底想要什么? 在达成目的之前 你绝对不会退让吧 在达成目的之前 你绝对不会退让吧 告诉我 你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我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赶我走吗? 你想赶我走吗? 我想要你 你把你自己给我吧 我想要你 你把你自己给我吧 为什么偏偏是我? 为什么偏偏是我? 因为你长得漂亮 因为你长得漂亮 只要是漂亮的东西都想要得到 只要是漂亮的东西都想要得到 我想要的东西 我一定会得到的 花钱买也好 硬抢过来也好 能得到就行 花钱买也好 硬抢过来也好 能得到就行 人的欲望 人的欲望还需要什么了不起的理由吗? 人的欲望还需要什么了不起的理由吗? 听说那个作家来我们医院了 听说那个作家来我们医院了 他真人可真是漂亮啊 他真人可真是漂亮啊 早知道就早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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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假装不认识我吗? 你是想假装不认识我吗? 我看你那表情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看你那表情就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感激不尽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感激不尽 那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那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如果说是命运 有点太老套了 是吧? 如果说是命运 有点太老套了 是吧?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你自己吃吧 我有要见的人 你自己吃饭吧 你自己吃饭吧 我有要见的人 好吧 我今天就先走了 好吧 我今天就先走了 下次你再拒绝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下次你再拒绝的话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不是一起去吃晚饭了吗? 你们不是一起去吃晚饭了吗? 我们不是那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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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只能在家吃一顿饭 一天只能在家吃一顿饭 晚饭当然要和哥哥一起吃了 晚饭当然要和哥哥一起吃了 那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堡 那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堡 是他父亲亲自为他造的房子 是他父亲亲自为他造的房子 为了让夫人安心写作 为了让夫人安心写作 把房子建在了一个深山里 把房子建在了一个深山里 但现在几乎是废墟了 但现在几乎是废墟了 那卖掉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一直留着呢? 那卖掉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一直留着呢? 那么恐怖和倒霉的地方 谁想去住啊? 那么恐怖和倒霉的地方 谁想去住啊? 人们说我上了年纪之后会有好运 人们说我上了年纪之后会有好运 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 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 这么破的房子 竟然会一次住进三个年轻男人 这么破的房子 竟然会一次住进三个年轻男人 我还可以定期收房租 我还可以定期收房租 又是人福又是钱福 我晚年真是太有福 我晚年真是太有福 又是人福又是钱福 我晚年真是太有福 我住的可是看不到日出的半地下 我住的可是房租却和乌塔房的一样 可是房租却和乌塔房的一样 你住的房间最大 所以价钱不便宜 你住的房间最大 所以价钱不便宜 那是谁 是地位很高的人吗 那是谁 是地位很高的人吗 他是国会议员的儿子 他是国会议员的儿子 从远处看 还以为是周润发走过来呢 从远处看 还以为是周润发走过来呢 我是从今天起负责文学课的老师 我是从今天起负责文学课的老师 所谓的童话是什么呢 所谓的童话是什么呢 童话是将现实世界的残酷 以悖论的方式描绘出来的 童话是将现实世界的残酷 以悖论的方式描绘出来的 童话是一个残忍的幻想小说 童话是一个残忍的幻想小说 养别人的孩子都是白费力气 养别人的孩子都是白费力气 所以还是管好自己的孩子吧 所以还是管好自己的孩子吧 如果爱上有未婚妻的男人 就会受到天罚 如果心里不想生病 就要背后说人坏话 今天的文学课的结论是什么 今天的文学课的结论是什么 童话不是给你梦想的万能药 童话不是给你梦想的万能药 而是让你明白现实的觉醒计 而是让你明白现实的觉醒计 晚上不要看天上的星星 晚上不要看天上的星星 而是要看在臭水沟里的自己的角 而是要看在臭水沟里的自己的角 当我们接受自己的现实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自己的现实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开心 所有的人都会开心 我的第一节课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第一节课你觉得怎么样 你真的这么想吗 你真的这么想吗 抱歉 因为太无聊 我差点睡着了 抱歉 因为太无聊 我差点睡着了 出来吧 我要关灯了 出来吧 我要关灯了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 我前几天在梦里遇到你了 我前几天在梦里遇到你了 你在床上用双手抱着我 你在床上用双手抱着我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为什么要活得那么没意思? 忍久了会忍出病的 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呗? 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呗? 你根本不了解我,不要擅自评价我 你根本不了解我,不要擅自评价我 完美无缺的人是不存在的 完美无缺的人是不存在的 你怎么能直接走掉呢? 你怎么能直接走掉呢? 你不是应该带父亲散步吗? 你不是应该带父亲散步吗? 这不是你和院长的约定吗? 这不是你和院长的约定吗? 我从来不会和别人约定什么 我从来不会和别人约定什么 我的哥哥好有钱啊 我的哥哥好有钱啊 给我看看你攒了多少钱 给我看看你攒了多少钱 在我攒到那个数字之前 不能给别人看 在我攒到那个数字之前 不能给别人看 你的目标金额是多少? 你的目标金额是多少? 你用那些钱要做什么? 你用那些钱要做什么? 我要买一辆露营车 我要买一辆露营车 有了那辆车 我们就不用每年都搬家了 有了那辆车 我们就不用每年都搬家了 不管在哪里 都能和在家里一样 不管在哪里 都能和在家里一样 我不需要房子和车 也不需要钱 我不需要房子和车 也不需要钱 我只要有哥哥就可以了 我只要有哥哥就可以了 因为哥哥你是我的全部 因为哥哥你是我的全部 赚钱好辛苦啊 赚钱好辛苦啊 他玩的可真开心啊 他玩的可真开心啊 我要不要也陪你一起玩啊 我要不要也陪你一起玩啊 别人 Audio 我是不讨厌啊 别人 但是我就是安防 我还是不讨厌这场 我一个人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